紅豆瓶一顆一顆放在樓上上面 但尚小一看這紅豆瓶的大小 是比外面還要大幾個杯 來臉的紅豆瓶也是不怕人吃 這是麻豆區大廳關懷骨店搜案白客廳 要吃幾天丹林工師 教大家做美美的古早米紅豆瓶 主要今天我們的長族李宇蘭先生 他以前沒有用這個紅豆瓶 所以有經驗 順著這個機會 來教我們長族大家 給你們看 做這個紅豆瓶 這樣這個紅豆瓶有意義 讓我們大家都會紅豆瓶 大廚要盡量做我的孫子吃 用家裡方便處理的工具跟企業 也可以做出這個紅豆瓶 這讓我們上課的中部 是都很認真在記事的比例 過程中大家是都做得笑 人來了非常的多 對然後大家都有親手的去製作這個過程 那紅豆瓶本身如果說 你沒有做過的話 其實你不太會知道說 它的成分會有哪些東西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學習的經驗 那大家都鼓勵大家一起動動手 然後也可以在這個動手的過程中 然後延緩這個失能失智的這個部分 每次中部的標示 吃過這麼多的紅豆瓶 算是頭一次自己做得很辛苦 雖然說神聘不必專業的老師 所以 但也有某某的新主幹 好吃和好玩 那很喜歡我們來什麼 到柴紅布的 到柴紅布的